今年球季 臺北達新呈現 竟然不同的新氣象 先前甚至拉出一波六年勝家機 回顧上次完成連六場不敗的紀錄 必須追溯到二零零八零九球季 當年老虎軍團在少俠田壘率領下 甚至在總冠軍賽擊敗台灣啤酒 勇奪隊史第一座總冠軍 相隔六年再度締造這項紀錄 對曾經歷經過那段時光的球員而言 內心相當感動 差很多的 因為 因為08年那時候 九四隊有洋將 那可能我們加上基本上 本土的陣容都還不錯 然後相較這次的六年勝起來 這次感覺比較來得珍惜 因為不管是洋將的身高限制 或者是各隊都有洋將 感覺這次的比較珍貴一點 我覺得 當然是非常感動 畢竟看到這些 比如說像黃正 宜翔 他們來球隊一開始可能是 確實還有適應上的問題 那這幾年靠著他們的努力 他們真的非常努力 那他們的努力之下能夠幫助球隊 那我們這些老學長 老大哥看了真的是非常欣慰 達西能在短時間內從上季聯盟 如主重回競爭行列 說不定還有機會重返肌肉賽 幕後最大的推手 就是再次回鍋了球大總總教練 事實上是他們的學習的過程裡面 他們很努力 一直在吸收 這個是我很感動的 那我也很高興自己做的方式是對的 我選擇的訓練的手段 訓練的方法 訓練的氛圍 雖然無緣將連勝記錄繼續推進 但球員們亮眼的表現 也證明了達西成功在後田壘時代 準備好開創出一條新的道路了 回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